高一的时候接这个班的时候 孩子们整体的一个成绩相对比较差 喜欢打游戏的学生比较多 学校里面经常有着 因为我们是住宿制的 经常有 按道理应该是都在每天晚上在宿舍 结果有不服途学就逃 就翻起来到外面去宝宝去了 我当时说了 我说你们出高一 如果在我的班 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做 你们最好能每天 按按摩的在宿舍里面睡觉 这三年不要逃课去瓦巴 如果你们做到了 等你们高考完结束了 你们选一个说最好的一个瓦巴 然后我去协少这个价格 把你们在瓦巴里面去开销 我来付 就这样一个想法 感觉老师应该是在骗我们 就逗我们开心那种 两个班一共150多个 去的有100个 下副之二 这个经验哪有老师带学生去瓦巴的 基本就是在我印象里 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事情 有点不可思议 颠覆我对 就是对老师对孩子下瓦巴这个观念了 我感觉 通过这一种活动 让他们认识到 游戏能打 但注意去克制 瓦巴也能记 也带不要沉溺